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举办2015消费论坛 邀请了包括台湾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 两岸四地消费者保护团体参加 这次论坛有哪些关注焦点 而对于减少消费纠纷 各方有何想法与行动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董事长陆云 陆董事长为我们探讨说明 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董事长您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这一次消费会举办2015消费论坛 主要的目的何在呢 因为两岸的这个双方人员的互访 在去年依据我们的统计资料 去年两岸互访人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人次 像台湾去大陆港澳地区人 就达到五百七十多万 那大陆港澳到台湾的人数 在去年也达到四百五十多万人 所以两厢家也超过一千万人 所以必定衍生很多一些消费的争议 消费的纠纷 我觉得它非常需要 我们两岸四地消费团体 能够共同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举评了这次的会议 是 董事长那您刚刚讲说 去年两岸四地互动的旅客数 已经突破了千万人次 那这游客在两岸四地间旅游 比较容易出现纠纷 是包括哪些的情况跟类别呢 我想主要的可能是在这个购物的方面 因为我们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 那除了这个油山玩水之外 其实会采购一些东西 那东西就是说采购完之后 在当场可能没有发现 可是回去之后发现是有些问题 有些瑕疵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 双方的消费者保护团 能够来协助这个消费者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董事长那现在解决过申诉的流程 大概是怎么样来清晰 现在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在 如果是说当地发生了 那就可以跟这个当地的消费团体 来做一个申请 请求来解决这个消费的争议纠纷 如果是回到自己居住地方的时候 那是可以在居住地的消费团体来申请 然后他们把这个案子 转到当初这个旅游 或者是说采购的这个地区 来请当地的这个消费者 来协助解决 那目前因为我们台湾的消费会 跟大陆跟港澳地区 这个消费者都有多年的交流 彼此有一天的默契 那我们消费会跟这个澳门 跟大陆的14个损失的消费团体 都有签署这个合作的协议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担负起这个角色 帮大陆各地 或者是说港澳地方的这些消费者 如果到台湾旅游发生的问题 我们都会帮着处理 同样的这个台湾的消费者 如果去这些地方旅游发生问题 我们也可以协助来处理 就是透过我们 跟我们关系密切的 这些各地的消费团体 所以董事长就是一个平台处理 可以比以往有更方便跟更快速了 对对对 现在就是这个平台 基本上已经建立了 可是在平台的运作上面 那我们觉得可能需要 对于商方彼此的业务的 负责的人员 那么做人员方面的交流 让大家能够证实彼此 同时对一些共同的一个 比较容易产生争议的一些问题 大家可能做一点研究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 我们来看这些消费的争议问题 那大家通常是做怎么样的处理 那有一点讨论 有一点结论出来 那么也方便未来 如果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 我们这个处理 大家有点默契 董事长您刚刚讲说 可能有一些 比较容易产生的问题 你可以帮我们举一些例子 说明大概会是哪些方面呢 那刚才我们当时 谈到一些购物的问题 我想这个东西 应该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而且也有一些的在处理 那这次我们其实讨论 比较集中的另外一个议题 是关于这个网络消费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今天 这个台湾的消费者 上大陆的网站去购物 或者是说 去其他的一些网站购物的时候 当地玩购物 所以可能发生一些争议 不管是在品质 或者是说在这个 其他比如说今天 交货的这个速度 不如它当时的预期 那么今天要申诉 找不到厂商等等 这是在网络消费的方面 网络购物方面 因为网络购物 在最近这些年来 是产生的这个案子 是非常非常大的 它慢慢有点像零驾 就是在实体商店购物的 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对这一方面的争议 会做了一些探讨 那另外有一个问题 就是谈到飞航的问题 因为我们到另外一个地区 很多时候是透过 搭乘航空公司的班机 那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在 某些航空公司 它在处理消费者 这个服务的时候 那有些不胜完满的地方 那么消费者可能申诉 又会发生一些问题 那特别是最近 这个廉价航空的兴起之后 因为消费者 对它的作业方式 不是很了解 又会产生一点争议 有些误会 所以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处理 那么你在一个地方买GPL 然后飞到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发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牵涉到两方面的 那第三个 我们这是谈的比较多的 就是关于跨国的 跨国的一个消费事件的问题 那么这个可能牵涉到 就是说这个跨国的企业 它在不同的地方销售产品 它不管在定价 在这个消费的策略 甚至这个售后的服务维修 都会有不同的做法 那这个做法 是不是其实应该是统一的 要对每个地方 某个地方的这个消费者 大小眼 对另外一个地方 有另外一个处理方式 就很多时候 因应这种跨国企业 它不同处理方式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采取一个联合的态度 而要求这些企业 能够改善 它对消费者所做的服务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 所以我们基本上 除了一般的购物问题之外 我们这次也特别 就这三方面的议题 要做了一些探讨 就是由这次参加的 这些九个大陆的省市 港澳还有台湾 那么大家都来探讨这些问题 那么大家都碰到过 那么我们通常是怎么样做 那是不是有一点共识可以产生 我想这个是我们这次办的 这个研讨会的其中的一个主题 是 董事长 大家非常关心 就是食品安全这个部分 不晓得在这次这个论坛中 有没有一些讨论呢 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其实在这个会议中 是有做了一些报告 就是双方处理这些问题 那么碰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那么后来是什么方式来解决 我们自己的作业的方式 是跟我们跟政府方面的互动 还有跟这个企业方面 是怎么要求他们要求改善 大家也报告了这些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们台湾最近是两三年 这方面的案件比较多 大陆同样也发生这些案件 蛮多的 那然后不少的台湾跟大陆的食品 都迈到这个港澳地区 所以这个等于是两岸四地 都有一个共同的 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也做了一些讨论 那么就我们台湾来讲 当然我们报告了一些 我们发生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在法律的修改 我们对厂商的要求 那么等等 我们也做了一个报告 那大陆方面 我们也谈了一些他们的状况 是 董长他另外除了您刚讨论这些部分 那这次论坛还有讨论到哪些议题呢 我们这次其实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就是说我们想了解 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两岸四地的消保团体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业务 是怎么一个情形 比如因为我们将来想 把我们现在关系更加密切 那当然必须要了解 大家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那么他做的事情有哪些重点 那时候他所依据的法条 是怎么一个规定 然后说那么彼此这个作业的程序 消费者申诉等等 就是我们把彼此作业的这个内容方式 程序都做了一个探讨 那就是增加彼此的了解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这次 来了这么多的这个各地的 消保团体的负责人 基本上都是一些相当高层 也能够负责责任的人 所以我们也是也做了一些具体的讨论 就是说将来是不是我们应该 在彼此了解彼此的这个工作状况之后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合作工作 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 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在这个研讨会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就这个问题要做一些交换意见 所以两岸四地的消保团体 大家共同合作讨论 希望如何能够更提升消费者的权利 是的 董事长那最后可不可以请您给予消费者 就说如果以后到其他地方去旅游 有出现的一些消费纠纷 要怎么样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做一些提醒 是 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那如果你在购物的这个当地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购物的这个凭证 比如说你的收据或者发票 或者你是购物的物品 能够带到当地的这个消费团体 请求来协助 万一你当初没有发现 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的时候 也可以在当地的消费团体 把上述的资料提供给他们 那他们会把这个资料 做一个整理之后 然后传到当初采购的这个地点 的消费团体来处理 我想这个部分 那我们会立刻的启动 我们像在台湾 我们小集会就有一个标准的作业程序 我们会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 然后再回复给港澳 或者大陆的同胞 我当地的这个消费团体 那这个是一个是我们将来准备 积极的在发展这方面的业务 我们是已经做了一些 但是还不是很多 那另外我们其实也做一些 就是我们希望将来 能够把一些消费的警讯 能够通告彼此 比如说台湾发生什么消费的问题 或者大陆感到发生什么消费问题 都可以对其他方面 能够发送这个警讯 那在我们当地的消费团体 就可以把事情公布出来 那你如果去大陆旅游 去香港旅游 你要注意什么事情 那第三方面就是我们今后 就是因为各方面都做了一些 这个有关于消费商品的 这个质量的检验工作 也有一些消费的新的 这个收集的资讯 我们希望将来能够交换 这些检验的结果 检验的数据 那你做了这些东西 那有些东西可能要买到台湾来 那我们在台湾如果购买的时候 就知道你这个东西在 当初在这个产地的地区 做了什么样的检验 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台湾的消费得知道 那台湾都就是我们来大陆去 我们做了检验 也会知会大陆方面的这个消费 他们也能够公告 就是台湾的产品 对他们来大陆来 台湾发现了什么问题等等 就彼此能够知会对方 相关商品的这个检验的一个结果 或者新的一些消费的资讯 让对方也能够把资讯公布出去 所以我们希望从这几方面 让我们这个合作关系更加紧密 更能服务两岸世界的同胞 所以大家共同努力 来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 非常高兴访问到 消费者文教经济会 董事长陆云 陆董事长为我们说明 消息会举办2015消费论坛 主要的一些关注焦点 还有各方对于提升消费权 有哪些的想法跟行动 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董事长 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